国片盛情款待东京首映。 日本三女星共襄盛举。 左起,藤井美菜,田中丽奈,于桂梅子出席东京首映会。 图华影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三百零六。 电影盛情款待上周末于东京举办首映会,演出的田中丽奈以身春天系粉色套装亮相,她开心表示能参与一部台湾及日本合作的电影。 内心觉得格外有意义,感到非常荣幸。 导演陈玉杰也特别前往东京,与片中三位主演女星田中丽奈,于桂梅子及藤井美菜出席首映会,现场气氛温馨,导演及演员们都很真诚地分享拍摄心情。 田中丽奈觉得盛情款待又如在人生中的内心深处流言,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,而电影中的一句话,也让她感受很深,就是尝过没有后悔的人生,她表示就算不懂也罢,但至少努力是过了。 导演陈玉杰,又,也特地飞去东京参加首映会,图华影,2001-180306。 有台湾血统的影后于桂梅子,则对于演出一场包饺子的戏十分感动,王柏杰和田中丽奈在互相复合的状况下,一起包了也吃了水饺,就拉近彼此的距离,用了一个很小但很真实的空间,便体会到导演想要传达的人性,就是很单纯简单。 她自嘲说,我是个超级不懂人情事故的演员,不羞蝙蝠的个性常常惹毛周边的人,透过这部电影的演出,可以好好学学人生的真谛。 腾景美太也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一幕,是田中丽奈在电影中拿住电话叫妈妈的场景,这是一个让我感受到这个旅馆未来会有希望的场景。 也许可以拍第二集,也可能在导演巧妙的安排中,让我拭目待日本人和世界各种国家习俗的差异,会有更感动人心的表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